来过韩国旅游的人可能会知道 只要搜索来韩国一定要吃的美食的话 狂江西江的麻辣筵棒 是旅客们一定要朝圣的美食 当然除了狂江西江之外 韩国各地都有很多麻辣筵棒 麻辣豆腐器 麻辣乌酥酥等麻辣加上食品名的店名 不过大家知道吗 在韩国麻辣指的不是麻醉药 而是毒品 所以麻辣筵棒的意思就是 跟毒品一样吃了就会中毒上瘾的饭卷 所以在9月7号 韩国一位议员提交了 在食品名不可以加上麻辣等有害药品的法案 这位议员表示 麻辣筵棒麻辣豆腐器 主要消费群是年轻人士 如果长期使用这种名字 很可能会误导儿童青少年对毒品的认知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能让麻辣这个名字变得有亲近感 看过系大妈的青少年说过 因为在这些餐厅能常常看到麻辣的名字 所以以为只是好吃的东西 所以才会去吃的 以前韩国是毒品亲近国 所以可以当成玩笑使用 但是现在不行了 说实话这里那里都在使用麻药 对麻药的恐惧也变低了很多 这样的需要用法律来禁止吗 麻辣筵棒 大家想吃吗 不是 麻辣家乡食品名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每次聊天 到 κ